小笔 瓦笼 瓦过瓦笼以后用这个纸擦一下 因为这个鼻是有水 刚刚用水沾了水 然后再调笼墨 所以你要先擦一下 然后再调笼墨 这样它就不会硬了 画眼睛 画一个圆 很小 然后 把它的嘴巴 一笔 然后淡墨 画到那头 头在这个眼睛的上面一点点 嘴巴流出来 淡淡的墨 头 背 这只背 上面要 画一点短线 翅膀 这里也是画短线 这是尾部 也是短线 等一下 你画它的 颌的下额 然后它的身体 身体 这里 是它的大腿 画短线 还是这个淡墨 把尾巴先画出来 这个长度是三寸 三英寸 头 头 嘴巴 尖到头 一英寸 然后从这个 头 到尾的根部 一英寸 这个尾 一英寸 一共是三英寸 还是刚才的这个淡墨 这时候比干一点 正好 注意一下 这尾巴的尖 上面就是它的头 这眼睛在这 你可以 从这个淡墨 画一个眼圈 然后画它的头 下面是它的下额 这是它的背 画几笔 短线 画它的脂肪 脂肪不要画到这个尾上去了 这里留一点空 短线 尾巴的短线 然后画它的尾巴 尾巴和身体 不能是平行卸下来 往后稍稍 有一个小小的角度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角度 这都是淡墨 这两个是一样的 把它的胸 腹部 腹部 这里画短线 打着大腿 好 还调这个淡墨 首先画它的头 这头的大小差不多 长度 这个长度 几乎是一样的 前面要热一点 留一点 等一下画嘴巴 这是它的头 涂匀形的 像鸡蛋一样 就是两个眼睛 稍稍点一下 标述一下 这两个在一个平行线上面 和这个嘴巴呢 成钉子形 不能画偏了 嗯 然后这里是胸 胸 胸 背 插一层 插一层 把这个头和背 区别开 是把 短线 后面这个是长的是飞鱼 然后还是这个淡墨 然后还是这个淡墨 在尾巴前画一下 这个是一寸 这是一寸 这里 大腿 短线 这是它的胸 这是它的胸 然后龙墨 插一下 眼睛 它已经有一个圈 从中间夹 眼睛 嘴巴 眼睛 眼边 嘴巴 一条龙墨 我们首先画它的背鱼 一 二 三 然后你可以中间画一个长的 你 宽一点 然后两边加 二 三 好 上面再加两笔 四 这间有一点缝 不用管它 留的缝 好看 四 四 四 三 一 一 第二 第二 一 三 一 二 二 一 在前面,这里留一点这个淡漠的 后面是浓的 好,前面就抬起来,勺一勺 勺到这爪 一,然后前面画三个 一 二 三 这里画一个 短的 然后这里还 还有一点点后面的爪 一 二 后面一点点 三 就是一 二 三,然后一个 宽一点 第二个宽一点 第三个一点点 然后这里就画一个长的 它这飞鱼是三层 一,二,三,三截 这叫三截飞鱼 就是一,二,三,三个 后面这个是长一点 然后尾巴 从后面浓一点 前面这里淡一点 后面加浓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再画它的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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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爪和这个是一样的 只是方向不一样 从这儿 画它的爪 前面三个字 一 一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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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注意这个中间这个是长的 这个是长一点 两边短一点 后面更短 首先画这个飞鱼 先画前面短的 一 二 三 这个是比较小 所以画得紧 紧粤一点 这是第一节 第二节和第三节 几乎 在一起 再画一个长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是尾巴 尾巴从后往前画 一笔 前面就给它淡一笔 然后是爪 爪分开 一指 两指 三指 中间这个长一点 后面看不见了 基本上这不用画的 调大墨 调大墨 以前调一点点中的墨 比较干 如果你笔不够干 可以用指甲拆一下 比较干一点 干笔 先把这个 小凉的位置 给它确定一下 主要是这一笔 确定一下 它就站在这个 舍头的边缘 干干的笔 还有很多非白 不要把这个非白全部填死了 一定要干笔 干笔才能出这个效果 干笔 干笔 刚刚的笔 淡淡的墨 擦 干干的笔 淡淡的墨 你沾一点水 调一调 调这个淡墨 更淡一点的 刮一刮 干一点 好 把这个 身后的 机构 上面的机构 画出来 这个时候基本上这是干的 干的就可以 不干你不能画 干了你可以用这个淡淡的笔 画一笔 它就站在这个舍头上面 如果这个墨没有干 你不要画 画了之后它就硬开了 好 走这 画下来 擦 淡淡的墨 这是比刚才这个墨还要淡一些 这个 这个腿上的墨没有干 你看它跑掉了 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 擦 这是淡墨加水的 淡淡的墨 再把它 画一下 然后笔尖调藤滑 比淡水 然后笔尖调藤滑 因为这个鸟很小 所以你就用笔尖就可以了 笔尖调藤黄 后面是水 这样后面的颜色就更淡一点 淡黄色 笔尖再调一点点紫实 一点点 用笔尖调 用笔尖调 然后 从胸这里开始染 胸 往后 往后 这样 剩的在这里 它已经染出来了 然后再往后画 它颜色就会淡一点 先把这个胸都染掉 身体都染出来了 这里要留白 往这里开始 前面这个颜色稍稍深一点点 深一点点 如果不够 如果不够 你可以再加一点点 橙黄 加一点紫实 笔尖再调紫实 把这个 小鸟 折顶一半 并非 白 是把 这个后面是一样的 然后 我们下面就是调一个浓的散率 浓一点的散率 染他的头 这个颜色要浓 被 这样子 散率调的太淡了 把第二个 赶费 是把 飞与 是把 这个背这里要浓一点 这里可以淡一点 看到 看到几下的几色 这顶上如果看到几色 你就要再把它 再染一遍 额顶 是把 三个小鸟 一条中等墨色 干干的笔 如果你不够笔不够干 你可以用纸把它这个纸 稍稍这样子 卸一下 干干的笔 一条中等墨色 一条浓墨 不是原来这个线调的重复 不是原来这个线条的重复 只是从这开始 画一笔 你看这是肺白 原来的颜色还有 还在那 压在上面 再下来 干干的笔 长长短短的线 但是原来的这个淡淡的墨色 还都保留很多 不过 好,拔完以后 笔尖 蘸一点点水 因为这个笔很干,蘸一点点水 然后还是调这个中等木色 笔尖调龙膜 好,把这一步 这是一个主线 把这个石头 分割开 一个机构,转质的机构 你画不出来 可以行笔慢一点 那就出来了 刚刚的笔差 好 已经调了一点点龙膜 好,这里再强调一下 稍稍稍重一点点 这稍稍重一点点 不要全部画 就稍稍这样点一下 短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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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的笔处 笔条中等木色 笔尖调一点点龙膜 用这个短笔处 这样点一下 这时候龙膜 笔上的龙膜和 前面的淡墨、中墨 混合在一起 但是不是全部平图 它有的地方深一点 有的地方前一点 这样显得很丰富 好 这里 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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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中等木色 笔尖调一点点龙膜 笔干一点 稍稍这样插一插 短笔 短笔处 不要画长笔处 短笔处 短笔处 中文字幕转发 浓浓淡淡,混上浇融在一起,很浓度的 好,我们拿这个笔调一个非常非常淡的淡末 在这 你要把笔洗一下,然后调 不能用这个笔要稍稍洗干净一点 不然的话颜色太重 我们在这个舌头的后面这里 这里稍稍染一下 用这很淡很淡的墨,把这个染一染 好,调很淡很淡的墨 把这个染一染 它没有染色,就是用这个很淡很淡的墨 把舌头上面染了一下 好,像笔战水 笔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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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游戏木还没有干,这样笔战水画一下 它就互相盛开 这画一半 这画一半 就像笔战水 这样子不发动了 一次 Mae绿篇 下对到地里呢 就像笔战水